每年7月出版假有個很重要的事件 當然是香港書展 但今年香港書展早著先編 在它舉行前的大概一個月左右 已經開始以它一張海報和愛情主題 引起了大眾的注意 本來文學放得開是放得開些 不過海報和愛情的主題 實在引起我們的反應 所以我們今集來講一講 書展理想點 跟我們一起談的 包括有魏平仁茶英男茶茶 另外就是作家廖偉堂 還有我們請到了民間獨立書店 負責人李達寧 過來跟我們一起談 證明我們講書 因為書是一個比較大的話題 大家是不是也有看那個海報 很難沒有看到 是呀 從來沒有這麼入眼入心 真的 這些叫做什麼呢 這些叫做同之不幸 那些事突然間有一個星期 突然間所有新聞都是關於文學的 然後都是令到我們那些研究文學的人很痛苦 那些獨自學的人是不是在旁邊就在那裡得得悉悉的 覺得你們該死吧 也不是 但有一種不能只有我看到的 這樣也失得倒楣 想看一扮 你快給別人看客 我們又要被騙就是要 通常我們那些圖都是很好的圖 我們才會給別人看的 但這次因為我們要作為一個批評的根據 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叫出這張 稱之為經濟合族的書展海報 問世間情事學問 是呀 我這張海報 第一個反應就是 其實那些手寫字 那些手寫字是怎樣 其實我本人是對書法有一點要求 那個是字呢 終於放到這麼大 那一畫 倒了下來之後 接著那個勾又要連起來 那一刻那個生氣 大家明明是多麼生氣 你看過少許書法的人就很生氣 他還要放大 然後我就心想 我研究過的 就是專門上了Facebook的群組 就叫做字嗨 就研究字體 其實大家明白 香港字體在設計界 很多人很重視 那他們一下 我就問 其實是什麼字體 他們說這些是手寫的 在電腦的那些板腦 在矩圖板上寫出來 用畫圖板寫出來 那應該是一個寫字很漂亮的人 就手寫出來 那應該是認真的表現 就是不用航科 手觸摸 怎樣看到手觸摸呢 剛才大家如果看到 就是我們的設計師朋友 蔡智君就說 你看看那個卷字那一辣 和那個愛字那一辣 差那麼遠就知道不是字體了 因為字體它是逐筆逐筆 砌出來的 那它既然相差那麼遠 一定是手寫的 然後怎樣做到手寫 因為有得選擇的 畫圖板 就是畫圖板可以選擇 你那個手寫的 就是手寫的 可能你平時這樣寫完之後 它就會變了書法體這樣 其實我們平時 就是我們香港貿易館做事 有時都會拜託書法家 徐沛之 可不可以幫我們寫個字 其實是這樣 書法寫字是要漂亮的 我就是很善良的 我從很善良的角度 理解這張海報 我覺得是故意模仿一個 程度初開的少年 男女也好 在那裏抄寫自己 心愛的愛情小說的句子 抄下歌詞 我想啦 比如中二或者中一的一個少年 千千經經地寫下自己 激動人心的字句 所以那些筆橫都有點歪了 看得中二病的書法空間 我起碼同意這個時期 因為很多人看到海報之後 都找回自己中學時設計海報 好像每個人都有設計過一種 手寫的 就是有這樣的設計 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也做到 然後另外一個 是一個例子的海報 大家當然也會問 其實貿法局 香港書戰由 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 貿法局用了多少錢 去買這張海報 如果少的話 就是為什麼要用這麼少錢 去做一個這麼重要的海報 如果多錢 其實我也做到 所以其實問題就是 那張海報醜樣度 是沒有辦法遮掩的 就是全身都是弱點 我們再說一下 粉紅色 為什麼你會粉紅色的 因為愛情 愛情什麼時候是粉紅色 我真的很想問這個問題 你覺得海報什麼時候是粉紅色的 在想像之中 你有想像過的 你敢不敢認 中一二 剛才說的 接著中一個話題 中一二想像愛情是粉紅色的 我說你有個少女心 我想像是粉綠色的 粉綠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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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是男性 想像女性的內褲 是不是 想像女性的內褲 是這樣的 我們想像愛情當然是紫色的 就是貴婦的顏色 是不是 茶参 你說吧 那我少女時都想像是粉紅色的 好啦好啦好啦 粉紅色我是差不多 對不起 我時間有些問題 我30歲之後才能接受到粉紅色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粉紅色的人 現在你平時穿成 我穿30年會穿 但我用的那些全部都是粉紅色的 為什麼呢 沒什麼喜歡的 但是我看到這個海報 我都接受不了 就是它的配色 不只是底色的粉紅色 它的字體都有顏色 配在一起 因為它的配搭是很令人震驚 它整體是代表著 它在想像 它心目中的愛情文學 或者它想像 大眾可以接受的愛情文學是怎樣 然後才有這一系列的舉動 形式是表現了它內心 其實它有點低估了 我覺得它低估了香港人 或者書展的讀者的能力 它已經去到很厲害了 因為書展這個海報出完之後 接著又出了一張這樣的名單 有些作家 譬如姓青那位 經常喜歡拿香港文學來抽水 他本來都想抽 香港文學我們不要 但下面所有留言 我看了個 所有留言都是罵書展 以及幫香港文學 因為大家剛剛劉爾昌先生過世 大家知道什麼是香港文學的 Come on 當然也是不幸運 因為劉爾昌先生過世 因為傳聞說今年書展其中一個展覽 是劉爾昌先生的八年獸神展 但是剛剛因為過世 過世就沒有了 剩下這一個 其實是單欠寶自尊的 它罩不住 還有我們生氣實在是有原因的 它的醜樣 它的醜樣就是一個美學直接反映 另外就是那個丟架 因為香港書展都是一個代表 我們看一看 還有你看一下世界各地的書展 我們叫一個世界上最出名 最有代表性的書展之一 應該是之一的了 法蘭克福書展的前幾年的一個海報 大家看看 這是Jany 高下粒券 完全不用給你 用不給你 但它又扔本的 你見不見到 只是用字而已 因為書展其實 它都是一個很大眾面向國際的書展 它要有容乃大 你不可以有太多取向 但是你看一下就是德國設計風 根本不用給你顏色 小字到這樣的 做設計師都是想生在德國 我們再看看 鄰近 這個就是台灣的台北書展 2018年 剛剛 你看到其實 台北書展其實跟我們的出版狀況差不多 他們可能都面對一個嚴肅書 市場極度萎縮 所以你看到獨立時代 其實就看到它已經有少少 是向返流行書的那種命名 還有下面的圖都是有些合家歡 是活潑的 就是有設計 即吸引到你去 令到你想看 即香港那張令到你想移開對眼 我們再看看那個 再看看這個上海書展 上海書展第一看到就是沒有地產 我挺令我想起 以前香港八九十年代 都是有類似這些地產 即我小時候 以前那些政府做的事 應該是這樣 政府公民式 總之資訊財備 都好過這個 資訊財備 即是正所謂 我們再看香港書展 Yeah 然後你看到 對比圖 即是現在那種墮落 就是令你懷念 以前甚麼都不做 這個就是長輩圖的美學 就是中二病 這幾次會有WhatsApp群 是呀 那些字體 所以中二病 跟這個長輩圖 是很變態 然後另外一個 當然我們也要說一點 它的主題 主題就是 它有一個民間友情 文是文字的文字 大家要知道 其實香港有很多人 是很討厭食字的 即是它又中了這招 即是又中了食字 接著介紹十位香港作家 包括張愛玲 咦 張愛玲是香港作家 立刻有爭議 然後徐速 逆書 伊達 林彥尼 深雪 林泳深 鄭梓玲 天航 和Middle 我們在這裡說回 我自己個人 以下下來的評論 就是絕對不是針對這些作家 因為真的很多人沒有看過 我不敢說別人的作品不好 即是不敢說他們不入選 即是不應該入選 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大家都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大家都看得少了 但是我首先要呼怨 為甚麼這張名單裡 這張名單是不夠全面 為甚麼不夠全面 為甚麼沒有幾個名字 張小嫻在哪裏 我們整個九十年代的愛情天后 張小嫻 現在在大陸是怎樣 他在這裡很紅 是明國粉絲六千多萬 而且他去北京王府井書店簽書 整個王府井區封了 很誇張 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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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件事 所以香港作家去到大陸 可以令到別人封牆 是絕對可以 是一個有代表性的 他不單是代表愛情 在大陸的普羅大眾裡面 他還代表時尚 代表都市 有很多的象徵 一個流行的愛情 女作家 我們之前也做過財女 其實就應該做到這樣 然後 卓韻之寫了一堆 我們節目也請過卓韻之上來 別人說愛情 又懂得嚴肅 又懂得流行 而且寫書都是很多人看的 別人都是一個男人 那又沒有卓韻之 然後還有 礦神也敢沒有 這是第一個運動 為甚麼沒有礦神 是呀 所以其實 首先這個問題就是 為甚麼會不全面 然後我們就看出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你完全以流行小說 去做一個策劃 你是很容易不全面 因為真的分不到高低 是吧 你夠膽說裡面 譬如中間和曠晉與你們 你夠膽說 誰比較厲害 是呀 你真的夠膽說誰比較厲害 其實說真的 是分都未必分辨到的 你找兩張圖 就是有時候很遲 就是流行小說 他流行作品 其實他的同質性比較高 所以高下很難分 取向很難分 當然裡面我覺得 譬如深雪 他走上靈異那條線 是特別一點的 但是其他這樣 就是林詠森和鄭梓玲 其實真的對我來說 是有點挑戰的 我真的不是很分到 對不起 就是我真的很謙信 但是就 譬如說做這些策劃裡面 是不是真的可以 令到大家分到呢 而那些在學理上 說不說得通呢 就是有沒有研究 在後面背後支持呢 就是這些問題就導致到 就是這個 這樣的愛情小說主題 就很令人質疑了 你們抗議選少了 我又抗議選多了 是怎樣 我就寧可他不選張愛玲 是呀 張愛玲現在 因為過了身 沒得反駁 不是啦 就是如果 就好像前年台北書展 搞張愛玲的遺物展 我都很反感的 你真是欺負一個過身的作家 因為張愛玲的性格 大家知道很酷的 他根本不屑於做這些事 張愛玲當時就是說 就是被你騎劫了 等於是 是啊 張愛玲當時就說 他跟當代的女作家比 他只是想跟蘇青比 是啊 他跟冰心白味放在一起 他都不喜歡 我不是貶低其他人 大家不是一個世界的東西 是 以及張愛玲的愛情娟 不是什麼情話綿綿的那些 真可憐 他一直都致力於對愛情的反諷 或者對愛情的揭露 深度這些東西 是啊 所以回來我們會繼續說 好 書展理想點 為何會這樣問呢 就是說 剛才就說到 今年的徹題愛情文學裏面 除了張愛玲之外 大部份 基本上我可以直接說 全部都是流行作家 張愛玲當年 其實可能都可以當作流行作家 因為她都是很好賣 然後用稿費養到自己 就是我們靠寫字為生的女人的典範 但是她的分別就是什麼呢 其中有一點我覺得就是 張愛玲是經歷了時間考驗 剛才說她跟她同代的人 就算她很喜歡的蘇青 蘇青的地位是沒有張愛玲那麼高 她是經過一個文學史的考驗 時間考驗 然後被人擠進去經典作家那裏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那時候流行裏面的精髓 就成為了我們文學的對列的一部份 但是你看這一班作家裏面 基本上真是太同代了 隨促老一點 其他就依賴老一點 但其他其實都是當下的作家 她會引起一種爭議 就是說 咦 是不是受得起考驗的呢 就是過了30年後 就是某些作家 可能哪位作家 譬如過了30年後 鄧小華在文學史上的名字 還在不在那裏 就是當是我這樣 然後我說未必在那裏 那你就不要走那麼前 你為甚麼現在被人擠這麼高 大家知道甚麼是惡促 惡促就是壞的東西 惡促就是明明很壞的東西 你說他很好 那別人就覺得你惡促 就是這個問題 即是你促得來還很惡 要說給你 還有惡促 還有惡促 又是惡促 惡促 其實嚴肅和流行 我們一向都不是說一定要分的 但它的確是兩種不同的製作模式 葦堂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覺得嚴肅和流行的辯認分野在哪裏 我自己覺得最簡單的就是 就是流行文學 它一定帶有對讀者的符咒 符咒 即是它會去猜測讀者要甚麼 遷咒 遷咒 滿足它 滿足它 甚至根據一個對市場的了解 去製造一些東西 這個是很多流行的成績 但是嚴肅文學 它首先會以作家自己的追求為宗旨 甚至去到先鋒文學來講 很多是挑釁讀者的 跟整個社會趣味作對的 這樣的一種分野 可以說是兩雙敬庭的 即是流行那種生產模式 比較像工業那樣 一個產業那樣的生產 更加商品化 但我們知道 當然書是商品 但我們知道書是一種特殊的商品 它有它的精神向導 這個精神向導 不一定能賣的 應該這樣說 這個令我想起劉爾昌 他自己本身都是 就是流行和他自己想做的之間 他有選擇 即是他會知道自己甚麼時候 是在寫流行的東西 甚麼時候他想寫 很清晨 其實很簡單 譬如說一個流行作家 我想這個是十年前左右的定義 現在可能不同一點 但是一個流行作家基本上一年 他起碼要出六本書 他才可以養到自己 你計算到的 六本書 六本書即是兩個月寫一本書 兩個月寫一本書 如果假設一本書是六萬字 即是一個月寫三萬字 三萬字 一個月寫三萬字 當一個月工作三十日 每日寫一千字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製作家 甚至可能要更加多 即是這個已經是二千年初 即是香港流行小說 弄掉了的時候 我們就說一年六本 而一個嚴肅作家 他一年如果出到 一般是一年一本 你看洞契章 你也不要說黃昂 一年一本也算很多 因為他每年出到 每年出到一本 已經是一個很多產 很順產的一個嚴肅作家 你想想每年一本 即是二十年有二十本 一個人有作家 可以乘小寫二十本經典 即是認輸書 有一個自我要求在裏面 當然你說一天寫一千字 其實是不難的 其實你已經到了 一年出七本 就是已經用謠宿的寫法 達到流行的產量 不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說你要自己把關 不是說市場可以接受 我一年六本 我就出六本 這種說法 你要自己過得去自己的要求 他面對那個 面對那個就是 如果你看到剛才的數 就是流行創作 就是你追到製造 面對讀者的需求 然後你就賣到了 那件事就行 可能出版時是靠你養起 當然我們不就他的內容 高下去評 他的要求就是這樣 而當你要面對這件事的時候 你每一千字 究竟可不可以很細地拆 情節可不可以很細地拆 就未必了 那導致就是說 譬如以前很久之前 小師老師有說的 他就是說 那些學生喜歡看譯書 好 就讓你看譯書 怎樣看 一年 看足一年 接著分群組去表演 可能你每人都要拍六七本 十多本 接著就分群組去表演 就是怎樣描寫男主角 怎樣描寫女主角 說些甚麼說話 對白 就是對白怎麼寫 接著就是約會的時候去哪 整理完之後發覺 全部一樣的 其實流行小說是怎樣 就是一個用製作 以及用大量的統計去看到特色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我很擔心未來最早被取代的作家 最早被AI取代的作家 就是這些 好像取代了 成色化的小說 對 出現了這張情緒 其實 這個情緒很容易編 其實外國Amazon很出名 就是他拿了很多這些資料 他甚至乎仔細到怎樣 就是你用他的平台去看書 他可以知道 他會留意你每一頁看多久 然後看多快 就是你看電子書 是的 他要知道你看電子書要看多久 還有他說他收取這個數據 是為了 第一 可能他給一些建議 以他旗下的流行作家 另一種可能就是直接用AI去寫小說 其實出現了的 大陸有一種軟件 就是說你輸入題材 包括譬如我寫歷史穿越 然後之後明代 然後人物名 然後時間 還有你的情緒 就是想寫他大概是甚麼情緒 他就已經輸出了幾十萬年 小說生性氣 是的 然後我貼在文學館核心成員群 包括董啟章他們 然後貼了這個 就是一片死席的回應 大家都覺得很恐怖 就是會是這樣 還有事實上也是在這個 無聯網出現之後 之前 上年也有報道 就是愛情小說的銷量 是大量地下降的 因為你在網上滿足了你愛情的需求 然後而且他們發覺 其實這麼多年都很遲 大陸現在有這麼多流行小說網 其實大陸有很多網絡的小說 或者網絡的作家 其實在上面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到 其實你說十年二十年前 一本書重新出 你都不知道它是否是新者 因為都是這樣的 透露 是啊 就是因為文字質感 它不追求歷史 它就是要你看得快的 OK 然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 還有我們可否討論到愛情小說 就是這個類型 和愛情之間的距離 是啊 我不是文學人 所以我剛才問小環有問題 Cat 在嚴肅文學裡面 有分一些叫愛情小說 不會 就是愛情是放在這裡 如果你完全不寫愛情 那個作家是很難很大影響的 但是就算是 譬如馬灰詩 人家寫了愛在瘟疫萬元時 OK 沒有人會說 馬灰詩就是愛情小說作家 是不會的 因為它不是為一個類型創作 類型創作就是有固定的橋段 就是有某一些測試的東西 而它不是十分之鼓勵出格的東西 譬如可能 你看 最近真是 Sorry 看巴塔爺眼睛的故事 裡面它有一種很強烈的程式 就是它很投入 很深刻的 但是其實 這個細細細細好像他人 可能是很少 就是說 好像他的問題有10個 我去看的時候 就是看一些很怪異 跟同學很不同的東西 但這個很明顯不是一個愛情小說可以滿足的東西 類型化就是有公式的 其實我也聽過現在在大陸有一些寫小說的工廠 其實不是一個作家寫的 可能掛名是一個作家 但下面有一條天 然後每人就負責寫不同的 因為有點像我們以前聽說的漫畫都是這樣 流水線作 好像大分川那些 就是畫的製造的工廠 所有大眾商品其實都有這個部分 就是他個人的性質是會減少的 而這件事就是說 當你當下滿足了別人馬上的一些需求和慾望的話 你那個長久的價值就會減低 這個就是嚴肅和流行之間的辯證 你怎樣張愛玲之所以穿越到過來 就是他寫愛情的時候 讓你看到愛情的反面 然後這件事大家覺得 就算很多幾十年之後 都會覺得他很有見地 因為什麼 因為他不只是寫愛情裏面 想滿足人的部分 而是他寫了反面 然後這件事就是基本上是反類型的 你要市場好 那時大佬民國上海 是一個很大的市場才可以包容到 而這件事坦白說 我們香港現在寫流行的人 即有多可能這樣 即是是一個 所以根本不是同一類型的東西 大家說流行和嚴肅 可否擺同一個呢 即是不行 但我大概是200… 我想2004、05一次 所以就是 即是書展那時請了很多作家 那年好像是瑜丹來的 即是瑜丹過來 然後莫言又在 應該是2007 因為那年是和嚇碼頭保育 保育展 那時候我記得 然後在座有 然後有台灣 譬如諾爾君 即是新加坡英培安 即他們就真是嚴肅流行 那些坐馬台 即是非常尷尬 即是自從那次之後 我就學會了 其實真的不要亂把別人放在一起 因為一開始 譬如說 其實有一句話 就是文學就要追求真善美 其實已經立即扛觸了 即是有一半人這樣說 誰是真善美 沒有辦法對話 即是它會造成一個很尷尬 沒有辦法對話 然後大家面對生活和製作 亦都完全不同 那它實在會令到 所以後來就說 其實都不是不可以談 是可以談 譬如今年書展裏面 有一個討論是鄧小玉和黃念恩 講外情小說 那我就很期待 那就有意思了 真的可以搭著 適合兩邊才好說 我打算去聽這些討論的人 都是想去聽一些啟發 或者是高過自己的一些觀念等等 沒有理由我去聽 聽一些自己 以我的能力都可以說出來 或者耳熟能長的東西 那我為什麼要去聽呢 所以深一點是好的 高深一點是好的 我覺得 我覺得活動上 你這樣擺在一起 大家可以討論 那就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做一個主題 擺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你品牌都很難做 如果做商業活動 這樣看的話 你怎麼定位 你有這個 有那個 有張愛玲 他現在就 於是就 其實就把張愛玲 來供奉 他之前都是這樣的 上年做旅遊 就少人罵 因為他在八個 十個旅遊作家裏面 就擠了亞絲和西西 我們當時就說 亞絲和西西 都是旅遊作家 又罵的 基本上會罵少些 發覺今年 沒有了香港的嚴肅作家 大家會罵更厲害 連普通人都罵 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你覺得 其實整個題目 是不是你的題目 這個當然不是我的題目 你不用追求女生 用你的說法就是 就是說愛情 你了解愛情 不是好像他這種 粉紅粉紅色 粉紅色的愛情 是一種消費的文化 還有我很懷疑 就是看愛情小雪的兒子 是不是可以 追求女生 這個 絕對是 不絕對是 這真正的問題 大家聽聽女神怎麼說 對啦 我們真的一定要下一節 回來才來到核心 我們真的鬧鬧鬧 不停地鬧 你愛情你們懂什麼 我們真的懂得多一點 雖然 是一定要講 一定要講 就是這個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你如果看著愛情 愛情小雪可能是一個欺騙 但是真正的文學小雪可能有一個真實在 話說書展今年的文宣 就說今年的愛情文學 古今中外多少大文豪把綿綿情話 插著 不知為什麼要引號引著綿綿情話 寫成千古傳眾的文學獨物 財下味頭卻上心頭 就是 財下味頭卻上心頭 他又不誇 是 這句是引用 證明他絕對不是一個學術的語境 是一個不知道什麼的語境 我最討厭人家把開印號和生日號 當成是螢光筆地用 這個就是螢光筆 就是highlight 他搞錯了開印號和生日號的意思 然後動人的愛情文學曾經勃動多少讀者心言 好 其實說到這樣 玉麻蕩有趣 我覺得你真是中間 可能他都覺得你說他是大文豪 他都有點尷尬 是啊 我就說 如果說是文豪 那你書展裡面有多少文豪 你為什麼 如果你正正經經 硬橋 來個沙士比亞 我覺得 我佩服你 你不要 就是 就是 前面說文豪 後面就是 Middle哥你說什麼都行 就是我們支持Middle哥 是不是 Middle和這個林直 可蘇法 我不知道 你直接說一下 那時候是 因為我主要是看Middle和林直那本書 我有些興趣 有些期待 我們繼續說 話說我們剛才就說愛情和愛情文學之間的距離 其實愛情 愛情文學可能要滿足一個想像 大家剛才已經全部都誠意了 主要在愛情小說的時候 全部都是忠義 所以忠義病這個名字 是沒有改錯的 是有客觀性 是有普遍性 我也是 但是愛情那時候就是 那些什麼 鬥牙夢 然後你通常又喜歡的人 然後又不知道怎麼下手 然後又有些無尼拉肺的失憂 現世的愛情你不敢去追求 那你就追求一些文字上的想像 我不是不敢 是你不懂 通常你知道中學那些 就是喜歡的人 但你特別表現為特別起伴 有些人想用來當指男用 是嗎 是呀 即是實用手冊 是呀 即是進入一下別人的故事 知道一下什麼事 所以愛情就好像病 很悲劇 好像濕疹 你告訴我可以不癢 我給錢都肯用 即是那個愛情市場 其實是一件這樣的事 然後就看很多這種 所以它其實有需求 需求的意思就是 我並不是無利害 即我不是無利害利益關注 進入那個主題 我是想解決一些問題 我們有責任在那裡 每個人都潑下冷水 是 我先潑第一個 因為我很推薦一本書 有一本書我以前開書店的時候 是學術書最好賣的 不知為什麼 就是羅蘭巴特的《戀人數語》 因為一國就知道 一看《戀人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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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名字很笨 但實際上它原名叫 《一個解構主義文本》 為什麼它解構愛情 它找這個歌德的少年 《維特之煩惱》 這個可能是 文學史上比較早的 愛情小說流行 但真是大文豪寫的 是啊 為什麼有歌德呢 《少年為特之煩惱》 他來解構 為什麼愛情小說可以打動 一代有一代 喜歡病的人的心呢 其實當然羅蘭巴特 他本身就是一個 他是同志 他自己有一個 很冷眼旁觀的符號學家等等 所以他眼中 他就看得很通透 對愛情這件事 比如他裡面說 他又除了潑這些 迷信愛情文學的人的冷水 他說當你失戀 或者當你意識動 你寫多少愛情文學 你都追不到女生的時候 你還去寫作 你才有資格去開始寫作 這些冷水就寫得很好 對於當時的我 大家不要相信愛情文學 真的對愛情有幫助 然後我們通常 平時茶茶就很斯文 童珍說到愛情的事 就有點把刀 茶茶你那些 你不用不認了 從實際經驗出發 我們知道的 不要裝作 這些謙信未必太虛假 那是關於你的 文學和愛情 我不知道 實用或者不實用 給一些推薦來聽聽 其實很多 剛才都說 很多作家都有寫愛情 很多我都喜歡看的 其實 手上有一本《中寧寧》 《中寧寧》 都很明顯 如果你說香港寫愛情的大嚴肅文學作家 這個是前幾年 整個書展 在文學界的書展 所有人都是那段時間去 去天地攤位買些 剩下35元的愛連雪 然後幾年就買完了 沒有了 你是不是人來的 你收了十本 已經送完了 好吧 其實整本書 主要是書信和日記 它就是講兩個人 砌症和年生之間的愛情故事 你可以說 但其實它裏面又說了 七十年代寶吊運動 一直到八九 中間那個 那個時代的轉變 和那兩個人的轉變 它又緊扣在一起 就是 這才是愛情小書 而且你看這本書 就算只是看愛情那部分 都很 很 要心要肺 今年中寧寧 好像說會有新書 我們都很期待 其實就是這樣 它是一個寫情感很好的作家 就是它每一本小說裡面 都會有愛情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愛情 就是對於嚴肅作家來說 愛情是帶大家 進去一個 另外一些題目的 一個這樣的途徑 是 你這些讀字學的 怎麼辦 有些很奇怪的 可以跟愛情相關的說 其實有一個很出名的 哲學家叫唐君毅 是 他寫了一本書 叫愛情之福音 是 愛情之福音 他寫過 另外一本書 是怪自己的名字 就是叫智亭光書 是 大家可能知道 他的太太叫亭光 是 所以他整本書 就是他寫給他老婆的書信 情信 是 這本書 其實很多人都會知道 還有 因為王子華說過 對 真的有人上來找 我們書店 其實 可能最好賣的 就是唐龜的書 就是這一本 因為王子華說過 就是在某一次洞督少上 拿了一本書出來 就說 其中的章節 你不是王子華 你怎麼不知道 那這本書是很認真的 其實這本書 就是他 說他為何要喜歡他老婆 就是因為愛情 是令到我們向宇宙人生之闖開 就是你知道 唐先生的語言更加 一定是各樣更多 那些飛來飛去 就是一來就是宇宙 宇宙心靈 一定有宇宙 一定有宇宙 這些就是吸引我看 是的 宇宙 所以唐先生真的很浪漫 另外最搞笑的 就是他寫了一本 叫愛情之福音 這本書 他就是偽託回來 至少偽託 托名於人寫 因為他就說 我看到一本書是外國人寫的 照愛情之福音 我現在已經翻譯了 出版了 很多人就說 那究竟原文是哪裡 很多人考究了很久 卻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一本 正常的 這本書是外國人寫 是叫愛情之福音 那這本書是誰寫的 就大家後來就斷定 應該是唐先生自己寫的 我們要講一個 就是我們之前也是 請過那些哲學那邊的朋友過來 就是盡量教識他們追女生 追女生的核心就是 這個真的也是一個哲學人教我 追女生的核心就是 女生是不用追的 怎樣追呢 就是擺一個宇宙人生的目標 我們一起去追 是的 絕對不是你去追女生 你這樣 我們突然想插入 你一說追女生 我們都說追女生 那性別意識在哪裡 你十個作家 有沒有一個同志作家 有道理 有沒有講同志愛的愛情小說 入選 或者執非而性戀 就是所謂多元去在哪裡 那這個很麻煩 因為現在我們剛剛知道 最近同志書籍就出現了問題 在圖書館 他現在因為某一些壓力權體的 所謂發言或者聲音 令到圖書館將一些同志性愛 即同志愛有關的主題書下架 包括兒童書都有 主要是兒童書 他之前原本是公開可以借的 但是受到壓力團體要求 就下架了 今次很厲害 歐盟的書攤在這裡說 我們會陳列 即以愛為主題 我們會陳列 即同性戀的書籍 所以今年的書展 他就已經說了會這樣做 然後書展的回應就是什麼 就說書展就不像審查 不過有人投訴 就可能會拿書籍去評級 大家不要以為這樣很中立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不夠的 因為人的投訴是無厘的 譬如可能我招呼你 招呼得不好 然後你也可以拿書去投訴 我覺得有些有針對性的人 真的會去投訴 沒有一些社團 對同性戀有歧視眼光的人 如果你一有投訴 一有投訴就收氣 其實是不夠的 那個把關 是不合理的 對呀 你應該是一個主辦機構 應該就是說 有一個過濾的能力 其實之前書展是出過很多笑話 譬如專門就是 因為希臘羅馬 大家都知道 雕像是不 裸體的羅馬 裸體的雕像 裸體的雕像 裸體的話 基本上就代表了人生命的發揚 它是不會穿衣服的 然後就有人去投訴 然後投訴之後 因為封面的那些 希臘羅馬神話那些 通常都會有他們的 司法事業 是不會 是會先收起 然後要拿去評級 如果真的評了是畢雅 就要包交了 在書展的過程裡面 是呀 應該是四天都完結了 所以等於不賣 所以通常上新聞的就是這樣 然後大家就乱言 希臘羅馬神話 都被人這樣道德審查 所以就是說 其實如果要進行一個 我們要維持一個 書籍的自由 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其實它的把關作用的意思就是 你要是對一些合理的 即合理的投訴先理會 不合理的投訴是不理會 而所謂合不合理呢 應該是在一個 國際的書展的level 去做一件事 我們忍不住出現這個 法蘭克福書展 要是一個很高水平的 即是你是看得多書的人的level 而不是從一個 即不是好看書 只是認點 仍是認性器的一些人的level去做 但我們要知道 武法局是 不是一個文化的機構 就是 但它作為一個窮人 不單是不是 還要是一個 香港呢 我們知道現在香港是怎樣的 所以我已經絕望了 我不想說這麼多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不可以 我一定要說下去 因為其實很簡單 就是人是會成長 我基於一個 即是信念 人是會成長 原來你這麼樂觀對於人 我不停地罵你 因為它是被人罵了很多年 因為我之前整理文集 我發覺我寫香港的書展 我起碼 不如2003年開始在報紙寫文 15年來起碼寫了7、8篇 即其實我們整天招呼它 即是有很多意見給過你 即是包括是你怎樣辦書展 怎樣是不罵笑話 怎樣對待作家 怎樣選主題 怎樣做展覽 全部都有意見 亦都曾經有比較專業的人士 又在裏面給過意見 然後你是會成長的 即是可以有成長 但現在是會罵越衰 他有時好一點 即是有一些主題作家 其實大家會比較接受到 但似乎近年來 他將自己的定位 擺得越來越溫和 他希望可能簡單一點 少爭議一點 他應該是想Mars 大眾化一點 但如果回到海報的設計 甚至乎連大眾的美口都戴不到 Mars的東西不等於便宜 Mars的東西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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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美 那些書都不是很美 比如說他很針對遊客 尤其是大陸遊客來書展 其實我看過很多大陸遊客的反應 是說失望 這種失望就是 你把我想像得太通俗了 你把我想像得太便宜了 其實我來香港 我有追求 我才來香港書展 是啊 人家是追一些好心好心的東西 即是有 即是你是有 召喚的價值 人家才會去那裏 專程來的 而不是說 喂 大哥現在周圍都是商品 我不明白 其實為什麼 策劃的路線 會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想背後還是有些因素 我們要繼續探討 話說香港書展今年做愛情文學的主題 大家不是很滿意的 因為其實很多作家 包括香港作家 寫愛情都寫得不錯 很厲害 剛才各位都說了一些特別的人物 我們再順便來一個很快的路線 我們起碼我覺得 香港如果說愛情 就不得不要包括以下這個作家 這幾位作家 首先就是我們一個現代主義代表昆南 昆南就是 昆南其實她那種現代主義人 女性就是一個妙思 和一個極上的形象 這種愛情和女人 放在極高極高的位置 去到挑戰世俗的地步 那一定要有 正視慾望 這件事很難得 真是寫慾望 愛情沒有慾望 真是很少數的 然後昆南和她隔離 昆南是一個浪子 另外一個 就有一個情性的感覺 就是蔡賢培生 蔡賢培生 就是一生人 真是幸好 我一生人 三個女人 就是我文學上的妙思 她有本書籍叫蔡賢培情史 是的 我的書全部都寫給她們 很棒的 這些就是愛情的感覺 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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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寫了遺憾 這個年輕的時候 香港一代女神 就是我們現在的中年男性 對她的崇拜 依然都是不敢宣之於口 舉手我宣之於口 我寫文 我寫文 簡直是善愛式的文 怎樣善愛 我真是說 忠祐楊這個女性 在我面前 簡直就是五體頭地的那種 我心中產生這個賈寶玉的感規 她是水造的那種 你出得張愛靈 你為何不出忠曉陽呢 真是 好 忠曉陽過之後 其實陳偉都寫愛情都寫得很好 好 就是細微的事物 就是小小可愛 而且陳偉到現在都是有讀者 人又在 是吧 陳偉亦都不抗拒流行 為何你書籍不敢做文 做陳偉 是不是因為人家佔中死事 好 接著還有 還要再下去 陳偉之後 這個我覺得 茶茶 你的朋友 你的偶像 我想說我是她的偶像 不是她的偶像 你說什麼 你先看見偶像 她的偶像 她的偶像 杜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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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的女神 杜拉絲說出來都已經 都已經失敗了 其實在某個時期 是愛情這兩個字 和杜拉絲就是等同 是的 就是你看到 的確是寫愛情寫得好的作家 她會有這個情況 就是覺得 你好像很了解我的慾望和夢想 接著你在她面前就說不到話 而這件事不一定是限於愛情 流行愛情文學的 就是嚴肅愛情文學 寫得好 那時候都會覺得 你為什麼知道我心底的說話 接著你在她面前就 很鵪鶉 很蛇龜 還有就是愛情文學 和愛情小說 是有分別的 是 情人 你開宗名義的寫去的情人 但是她也都不是 只是說她情人 是 即是說的是背後 一個時代 你突然間很 即是很躁動 你想做些違規的事 就是和整個社會 就是背道而馳 OK 當然就是 書是一種 剛才說書是一種商品 它是一種特別講內容的商品 而了解這個書 即是書的內容 其實需要很大的力氣 即是某法局 可能就沒有這些人才 那以往是怎樣做的 即是前幾年的 年度作家 和一些展覽 好像都幾好 的確有幾年我覺得 我們都沒有什麼好再說她 你都算做到算是這樣的 這樣 跟你和解 至少罵都沒有那麼狠 對 跟你和解 然後第二年開始一落千獎 對 即是開始幫她 鋪一下有什麼書 但突然 其實因為她背後有個 顧問團運作 即是不是很出名 我記得好像是說 譬如小師老師 會在裡面的一些 即是有些大學教授等等 會在背後的顧問團 但前幾年轉了 而轉的XR就是 譬如是2016年的時候 開始以類型文學做主題 即是武俠 前年是旅遊 今年是愛情 其實就是 其實那時我已經提醒過她 即是我是寫文提醒過 她寫了文說了你 即是說 你做這類型的 即是流行的東西的話 你的研究要很好 你要很有信心 來判斷 否則就被人問 為什麼是這些 不是那些 而且也會被人說你隔掉 如果你不想隔掉低 嚴肅流行要併照 你的創作 你的思維就要很好 但TDC 即是這個 文化局 文化局 他們不是很肯花錢下去 做一個內容方面的策展 她終於會出事 其實今年就很出事 我覺得她沒有你剛才說的 儀式 她以為流行文學 就是比較輕鬆容易說的 她倒過來 她不是覺得 我們現在 因為你說的 創作的就是 我們怎樣把流行文學 帶進去嚴肅文學 這些電台 中間的創作 中間的專業 其實是一個很高的 文學判斷 你要為文學 為歷史 做一種眼光 才可以做到 我覺得不單止 即是 就算不帶進嚴肅文學 我們不要這樣 就算把它帶進文化研究的領域 也好 那黨台研究 即將它作為一個流行現象 研究的學者大有人在 你為何不問問張小熊 問問 比如說香港的一些 研究流行文化的學者 應該怎樣去切入 既可以保留到愛情小說 又可以令它有更深刻一點的意義 這樣 這個做展覽 需要很多的力氣 就是不肯花這些錢 我想這個背後 跟貿法局的思維有關 其實它本身沒有文化視野 所以它覺得這個是一門生的 其實我 另外一個對於書展的批評 就是作為書店業界 我也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外國的書展 其實是一個版權 或者是思想流播的很重要的渠道 即是如果我們說回 即是范園克福書展這些 即是說回很多年的歷史 人家是那種秒秒鐘幾十萬上落 大佬六位數字版權 你不要吵我 幾天才可以做完的 即是他們是很嚴重的 是真的在做書的流播 思想的傳播 這些工作是在做的 香港書展的版權級談訪是空的 即是大家有些什麼時候 在那裡奮著眼訓是很適合的 香港書展是沒有這個部分的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貿法局有一件事它是失格的 即是如果它說文化上的失格 我預料了 因為它是貿易發展局 它不懂文化 但到一旁它連貿易都做不到 因為書本身是一個很大的生意 然後如果我們看回法蘭克福書展 其實我現在就做生意 我要將書這個生意做得最好 原來就是去問 我們要賦予什麼文化的視野 我們要賦予什麼的生意頭腦 什麼的產業想像 才可以將這本生意做好 如果我們看 譬如這本書講得很清楚 《花蘭克福書展》有五百年 即是五六百年的歷史 但到了近代復興的時候 其實它在這方面有很多的思考 就是文化和生意境 可以怎樣連在一起做 但某法局空間就沒有這個視野 他們完全不會有這種剛才的港產業想像 即對他們來說 生意就是賣到多少書 以及有多少人入場 我覺得就算是從生意那裡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生意 有些懂得生意的人 就知道其實如果你的生意 要做得大做得 內做得好 其實你一定要有品位 你不可以太過失格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其實覺得 如果真的完全從生意角度想 其實香港近年的時候 它整個政治氣氛這麼刺激 為什麼書展又這麼去政治化呢 以前就是譬如說 一個中立的書展 就是左右兩邊都有 接著藍黃又有建制 和反政府其實都有聲音 只要是打開門做生意 大家都有位置 這樣就叫做做生意 但我覺得其實近年 其實書展就不是這樣 書展很明顯是出現 我覺得是出現了一些生意以外的關心 就是希望回避一些社會的比較 敏感議題 要用它的官方的說法 對 就是以前2010年的敏感議題 可能是小毛 所以就沒有小毛了 但是現在 譬如可能現在的敏感議題 會不會是劉曉波 為什麼沒有一個劉曉波專題 為什麼不做劉曉波展覽 很多人看 內地一定很多人看 其實好像跟屆台北書展 都有一個劉曉波的紀念活動 對 當然就是 當然就是 他其實 你會看到 而且他是受到批評 而他受到批評的時候 因為去年好像是有些書迷 投訴了 為什麼有那個血散 還是不知道什麼 總之有些反對佔領運動的活動 但是沒有一些和佔領運動 探討佔領運動的正面探討 沒有的 其實他做了這個投訴 被人發現了 但是他們 沒有回應 也沒有進一步的跟進 其實做生意不是這樣的 做生意在意下 所以你看到 書展其實未來可能只會越來越差 因為你看回庫蘭克福書展的歷史 他以前 他是世界歐洲 或者最早的書展 接著他去到十七世紀的時候 其實他沒落的 他是被內比錫的書展 是超越了 但是那個原因 其實就是他們有一個 言論的審查 就是因為宗教改革的原因 他們是一個 天主教的一個城市 所以某些書是不可以出的 那就慢慢被其他的城市超越了 就是有言論自由的城市超越了 香港其實未來 也是面臨著這樣的情況 是啊 你可以很想像 就是以前 你不自由 你有審查 你有規限 其實是一個羞恥 現在的問題就是 那些騙有權力的人 如何能夠明白羞恥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個世界的普遍問題 其實真的很浪費 書展是很難得一年一度 有這麼多人 突然間去關心書這件事 全香港每一年 只有這一個時間 的確是說 兩岸三地 譬如說台北書展 是學習過香港書展 亞洲區是有影響力的 有少少影響力 不要丟自己 曾經香港書展 和台灣書展 都是一個叮當碼頭的 這樣的東西 但是現在很明顯 人家拋離你多少 就是了 就是那種視野 視野拍力 甚至去到剛才我們一開始說的 比學品味都好 什麼都被人拋離了 人家 還有那個立場 比如說台灣書展 滿年有一個國家邀請 主題國 類似法蘭克福書展 他會關注一個 在政治歷史上有些爭議 或者是一些弱的國家等等 他去扶持他 或者去強調出 他雖然是一個小國 但是他文化得很強大等等 這些就是有心人做事 而且我也再說一些 融俗一點的事情 就算是台北 大家知道台灣 其實他整個生活指數 是低於香港的 但是台灣書展的 居馬費是高於香港 就是高於香港書展 就是作為一個嘉賓 你去台北書展 是啊 就算是他們當地的人 我們算過都是好些 香港書展 亦都被人投訴過很多年 梁文道寫過一篇文很出名 就是香港文化人士吃錦旗的 就是我們香港文化人士 做事的時候 只給我們一張錦旗 難得我們吃錦旗 現在錦旗也沒有exposure 對 現在exposure 其實他這麼多年的居馬費 是沒有升過 就是我見過很出名的作家 五百元 是我知道的 就是這個 我想二十年都沒有升過 沒有升過 接著那五百元 現在的士都加價 大佬 就是你其實然後 就是你明白 其實為什麼張少赫不理你 其實大佬人家 在大陸是賺多少錢 就是為什麼要來見你 五百元 其實是一個 有些是精神的問題 你應該精神上要求的標準 如果你做到精神上 大家覺得跟你同一陣線 我可以幫你 便宜一點幫你 沒有所謂 接著 如果你現在做生意 你做生意 我做生意 書展援票二十元張 在商言商 是的 在商言商 作家如果的根據辦法 是五百元 是怎樣對呢 那件事 入場人數 說到是百萬 他每個攤位都有 每一百萬 那件事 就是你怎樣去看 做活動的作家 給你的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尊重的 尊重在哪裏 譬如這些部分 然後 十年一日的拆展 也都不改變 其實香港書展在我們現在面臨的狀況下 其實要改善很多 今天就會做出兩句 內容 一樣 通報門